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 普通的器品显观 工资少得可怜 每年到底能收入多少银子 在中国古代王朝中 官员们的工资都不是特别高 尤其是明清两朝 官员的工资仅够全家 天天是萝卜白菜 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 雍正皇帝的智囊无私道 一针剑写的说 如果做官什么都得不到 那么还出来做官干什么呢 依靠那点工资是绝对不够花的 那么 在中国古代王朝 一个普通的器品之线 每年的收入是多少呢 首先说一下 清朝官员的工资待遇 一品官每年180两银子 往下一次递减 到了七品之线 每年只有45两银子 对于一个小康家庭来说 一年的生活开支 也就是几十两银子 对于普通的农户 这更是自己好几年的收入 但对于官员们来说 这点钱 连养活下人都不够 每个官员除了自己 一家人以外 还有师爷和若干仆人 这些人都需要官员发工资 依靠官员的那点清水俸禄 连自己的官服料子钱都不够 在清朝末期 翁同和是朝中的重臣 也是同志 光绪两位皇帝的老师 请注意 翁同和号称是清流领袖 属于绝对的清官 但是翁同和家一年的开支是多少呢 当时 翁同和家每年都要发点几千两银子 而翁同和一年的工资 只有180两 那其他的钱从哪来的 在明清时期有一个规矩 官员可以不主动去摊 但其他官员的孝敬必须要收 如果不收 这就是与整个官场为敌 属于不守规矩的人 曾国藩就是这个类型 自己不摊 可是各种孝敬必须收 再给大家就一个例子 在清朝到光时期 陕西部正是由于贪污数额巨大 最终被撤职查办 根据不证实的交代 他每年给总督府送两千两银子 接下来的事情就搞笑了 陕西各地的官员 都表示自己没收过 也没送过钱 当时的陕甘总督是谁呢 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黎泽徐 所以说 在电视剧中的那种清白到家的官员 基本上都是官场小白 如何海瑞这么有名 因为这样的官员太少 海瑞后来的举步维艰 也能看出当时的官场是什么样子 输了这么多 那么官员们每年的实际收入是多少呢 首先说一下支线 支线每年的收入 大概有一千多两银子 除了自己的吃喝用度之外 还有给师爷和仆义发工资 请注意 这还是不怎么贪的支线 至于支付自然就更多了 在西北和西南地区 支付每年的收入有一万多两 东南地区的支付收入更高 每年有三万多两银子 正所谓三年轻支付 十万雪花银 支付以上的官员都不会计算了 因为能够弄钱的渠道太多 比如各地的巡捕和总督 这些都属于封疆大力 每年到底收入多少银子 根本无法计算 历朝历代的皇帝们也会整治贪官污吏 但每次都是假然而止 因为如果认真的查起来 可能会牵连一串官员 在乾隆 十七 甘肃的集体舞弊案非常有名 在这一案件中 牵扯了各级官员 一百五十多人 当时甘肃全境只有两个线的支线没有被查 最后连乾隆皇帝也是出目惊心